我们现在是反复 我们境界不能超越这个地球 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反复 同样是人类就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 这些族群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嗜好欲望 不同的宗教信仰 我们要懂得善巧方便 为这一切大众活 菩萨佛物 记得有一个不变的原则 帮助他破灭开悟 这个破灭开悟 帮助他明了宇宙人生真相 你要用懂得善巧方便 你要记住啊 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了 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你不可以说基督教不好 你要来说佛 那你就破坏世间法了 你要真正觉悟了 通他了 就以基督教教法他 他习求升天 你能够真正帮助他 进入天堂 到天堂之后 他天堂是欲界天 为什么 他欲美断了 你一再到天堂 去帮助他 牺牲他到世界地 这个叫做方便 他欢喜 欢喜接受 随顺他的根性 随顺他的嗜好 随顺他的欲望 慢慢地 而是渐渐地 不断地 帮助他向上提升 提升到最后 在佛道马 如果现在现在现行 马上觉得这个叫不好 那个叫好 你就起了妄想分别之主 你要想到 所有一切的教化 都是祝福菩萨建立的 普门品 大家念得多 总得要懂得 我对的意思 祝福菩萨对于九法界 一切众生 真的是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楞严经》上讲 硬化在世界 必定要随顺众生 随众生心 因素质量 硬以基督神得度者 就现基督神 就是佛菩萨实现的 你不能说他错 他对那个法门欢喜 他对那个法门知识 我磨坏他 这个样子 族群之间矛盾冲突没有 宗教之间误会 伤害 歧视也没有了 社会和谐 世界太平 这个是佛华在世间 最小的利益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所有住在地球上的众生 都过得幸福为满 这佛法有点小小的作用 这个用途都得不到 哪来的方便 你的方便 怎么能讲到土啊 所以一定要有真实智慧 今天讲高度的艺术 在佛法里叫善巧方便 别让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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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佛华 是佛华 是佛华 你的方便 有点小的 应该是佛华 我来说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